今天我喜歡來到新界 我可以很大膽地說 全香港最好吃的鮭魚魚 那你想吃什麼? 很民主的 你說得了 陳川粉的車捨麵我真的沒吃過 不如這樣吧,我給你試試 你試試吃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很多人問我還會不會繼續拍攝食物影片 當然會 只要是美食的時候,我當然會出現 大家都說我只來港島區不來新界 今天來到 其實我自己很少來這附近 通常都是去旁邊結智的球場踢球的 我有一個朋友,住在這附近 他積極努力,超級努力介紹 他那句話是 信我,這間店很美味 好,那我就來吧 唉,又忘了 like,comment,subscribe 求求你們,求求我自己 要記得下次說 現在幫我剪回去,放在前面 說真的一句,香港人都非常喜歡吃 所以我相信每一區 都有一間很有名的西斤麵 但我真的很難去到這麼多區 總之,朋友說這間好吃 所以我決定做一個真戒天 那現在的時間是 2點54分 因為很多人質疑我 是不是真的吃得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否分開拍 不是,我一證明給大家 現在2點54分 我準備吃我第一碗麵 看看 嘩 我朋友說 一定要點就是牛腩 在甚麼? 喂,在甚麼? 喂,那是牛腩 其實我想問,有沒有牛腩可以點的? 牛麵肉 那是牛腩嗎? 給你牛麵肉 你五個菜 五個菜 打火鍋 那你不要叫豬紅 整體來說,那個腩汁味很濃烈 這個辣汁是平時 很多年前有一間很出名的陳吉魚蛋 那個辣醬的味道 先拌下去 但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究竟行不行? 車擠麵從來都沒有吃過金邊粉 先試湯底 這裡沒有提供辣度的選擇 就這樣吃的話 這個只是小辣 很濃味 可能是因為我選擇了腩汁再加辣汁 有一點像泰式船河 因為泰式船河 因為泰式船河是牛肉汁很濃的 很傳統泰國的那種 很深色的那種 它有點像這個味 先試牛筋 非常之軟 非常之好 因為牛筋最炒的是 硬滑滑 咬不辣 牛腩就是我朋友 開他的名字 吳紀恩說很好吃 各位好,我是吳紀恩 坦白說 叫牛筋很像牛腩 因為牛腩真的有點硬 但我不知道你喜歡吃硬的 還是吃軟的 如果我點菜的話 我就不會點牛腩 但味道不錯 我自己不喜歡切到這麼細緻 我喜歡有咬口一點 爽一點 這個比較合理 因為我很喜歡吃咖哩 所以我覺得這個魷魚 可能沒有混合咖哩 所以味道不太強 但魷魚本身是爽的 所以可以 先吃蘿蔔 夾已經很軟 蘿蔔好吃 這些味道不是最理想的情況 但整體的蘿蔔 是很軟的 很入味的 車仔麵的冬菇 都很廣有 有些是喜歡用小的冬菇 這個就是大的冬菇 有好又不好 看你想咬 還是小小顆 連續幾顆吞 嗯 冬菇好吃 但如果你問我 我都會選小顆冬菇 比大顆冬菇 或者不要太大 就是中間的最好 會不會吃公仔麵 在車仔麵方面 我從來都不會吃公仔麵 另外 打邊爐的時候 我都不會吃公仔麵 你放下去之後 公仔麵浮起很多白色 看起來很奇怪 所以我是不會這樣吃 車仔麵也是油麵 我覺得最好 但是陳村芬你怎麼評價呢 我都比較爽口 是嗎 一餅餅餅 一餅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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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時間 3時33分 即是用了 都不夠半個小時 就倒了這個麵 那你吃車仔麵多數會喝什麼 奶茶 不行 上次就說過 蛋撻開了 現在才配奶茶 對不起 現在喝針莊可樂 好像買廣告一樣 我想說 其實針莊可樂已經沒有了兩年了 因為它只是換個瓶 所以你看現在這個瓶是不同了 針莊可樂是最有氣的 有得選 不會選擇領茶 不會選擇奶茶 有機會會選擇李賓納 那些 但如果不是 都是選擇針莊可樂 每次都肯定是點四個菜 其實四個菜差不多 你吃過車仔麵 你不能吃到差不多100元 你四個菜 我當你10-11元 我送到44元 再加多一個麵 都五十多元 喝了一杯也六十多元 因為我窮過你 有多過吃三個菜 那你只是省多吃幾元 即是可以上車了吧 你來了新界 新界真的不太會路 所以都要跟Google的名字 但不要緊 我知道去大埔一定要上一條套路港 那還要笑什麼 大埔 有好幾間車仔麵 我都吃過了 但我覺得這麼多麵 最好吃就是我現在跟大家去的那間 那個咖哩魷魚 真是不得了 拍下車在這個熟食中心的停車場之後 沿著這條路就走到車仔麵 走經這個阿婆豆腐花 我每次來到都會吃 但因為我剛才已經吃了一碗車仔麵 我現在要再吃一碗車仔麵 所以今天走過 我們好像大宇治水一樣 三個家門而不入 應該是那邊 這裡左邊就是 沒錯 你看到綠色門面那間 就是傳說中 非常好吃的車仔麵 我想說這裡最原味是什麼 咖哩魷魚 這個咖哩魷魚 我每次來到 我再說一次 是要點兩份 所以 誠意 今次我們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是要油麵 這個 有很多人都叫我點的 大廚秘製咖哩齋 或者蒜齋 那你想不想試一下 你也想吧 我幫你試 你吃咖哩魷魚 你要吃 我幫你點 蘿蔔也好吃 你吃蘿蔔嗎 我沒吃過豬頸肉 你試一下 那我一碗就不要太冒險 我一碗就買回平時的 瑞士雞翼 咖哩魷魚 我一碗很冒險 糟了 我也想蘿蔔 因為車仔麵 你走不開蘿蔔 OK 我想到 試一試紫菜 你吃紫菜很養心 我從來沒有聽過 用養心形容過紫菜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在車仔麵吃紫菜 嗯 嗯 認真挺美味 灑上湯就最棒 但在香港 吃車仔麵一定要穿 深色衣服 知道為什麼 一定彈到 這次裡面厲害了 我最愛 咖哩魷魚 雖然沒有比較 沒有傷害 但當你有這麼大的魷魚 跟剛才剪了一條條 這個的口感一定是好吃很多 還有我吃過這個 這個是很油膩的 有咖哩汁 剛才那個 你只吃到是白牆魷魚的味道 這個是 咖哩魷魚的味道 你喜歡吃酥 還是吃牛奶 不夠多 你吃這個 你很難一條 一條脆落進去 通常有機會會被四處 這個一口可以吃 所以我選擇這個 超好吃 不如試試試吃 真的好吃 你試試吃 試試 我問你100分,你覺得猶豫值多少分? 有多少分 100分,全香港最好吃的 我來這麼多次都沒試過煮肉 正常的大色煮肉的味道 未算是一定要硬 但其他人一定要硬 每一間車仔麵都有自己的鼻祭醬汁 但剛才那間竟然沒有一圈鼻祭 這裡就有鼻祭,你看這個很出名的麻辣醬 它這個是偏麻的 但它多麻之餘就不吃辣 所以這個醬是好吃的 酸齋介紹過很多次,但我還是沒吃過 我明白為何人會說酸齋了 其實應該跟畜生的道理一樣 因為它很吸收到它的湯 而且它也很容易咬 所以可能是蒜齋 我也可以的,蒜齋都可以 是否覺得在一碗車仔麵裡面 需要有些酸的東西 那你想不想? 我不想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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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同樣地夾進去都已經是正常了它是軟 它這個沒有衣的 很好吃 稍微是它還未浸足夠的湯 但是夠軟,夠甜 有一樣東西 剛才我們第一碗叫的時候是2點54分 我們現在吃的是5點02分 我並不是分開兩天吃的,OK嗎? 一來到太興奮,完全忘了說價錢 這裡四送一面是50元 你經常說什麼? 你剛才說你吃三個送狗嗎? 三送一面便便宜8元 你覺得呢? 值不值? 吃車仔麵很多時候 環境都是沒有那麼乾淨整潔的 我覺得這裡是坐得很舒服 而且冷氣很足夠 現在下了一個月雨的足足 今天終於不用再下雨 是6月22日終於不下雨 今天就很熱 但是這裡還是覺得涼 唯獨對於港島人來說是軟的 但其他我覺得真的是 即是食物、環境、價錢 全香港第一 都是很遠 你走一條東上25元 走一條大老山20元 都45元 還要加一條道路 還要泊車二十幾三十元 最差的是它車面夠便宜 我現在唯有什麼呢? 咖喱魚太好吃了 我打包回去給我媽媽吃 好像整件事比較好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貪心 又吃又拿 不過當然不是我自己吃 這個是打包給我媽媽吃的 yes 拜拜